那边三楼 你没事吧 你别回来 就在半年前的一个晚上 银应驾车去找自己的男友 想给他一个惊喜 没想到盘山公路上 竟然躺着一个人 正当银应下车 慢慢靠近这个男人的时候 随即草丛里 竟然又串出三四个铜火 将银应推倒在地 吓死轻点 救命 其中一位长发哥 直接拿出手枪 对准了银应 这边的黑老大 还催促着同伙 把现场处理得干净点 本能的反应 使银应拼命地 向歹徒求饶 并旁敲侧击的说 一边听到这话的兽猴子 色从胆边生 跑到一边的老大面前 老大 我知道我没出息 我就是个畜生 要不这样 你先先让我 长短线 给我去文章 不 五分钟就够了 抓这儿筋 也给我担务事 老大英明 你 银应借机 将兽猴子 引到了自己车上 正当兽猴子 肆意妄为之际 突然银应摸到了车上的 一把水果刀 一下子就插进了 兽猴子的胸口 将他踢出了车外 随机启动车辆 猛踩油门 冲了出去 猛烈的冲击力 将其中一个歹徒 瞬间领了盒饭 一边的黑老大 也被车子 撞出了老远 在逃跑的路上 为了给男友 发自己的定位 可是不小心 将手机碰落在地上 就在盈盈弯腰 捡手机的时候 车子突然失控 盈盈跟男友说 在学校看见了 凶手风世杰 但是风世杰 已经在警方的眼皮子 底下跳崖自杀 男友觉得很奇怪过来 安慰他 盈盈 最近是不是还一直都 睡得不太好啊 但是盈盈你我都知道 真是杰已经死了 死得透透的了 但是盈盈每天晚上 都会被噩梦惊醒 恍惚之间 他都会看到风世杰影子 惊恐万分的他 到警局报警 但是民警的回复 令他很是失望 您报案的情况 我都详细记录了 现场也进行了查看 确实没有发现 有人闯入的痕迹 这边风世集团 大楼 风销声对办公室的 新摆设很是满意 接过助手 递过来的咖啡 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等助理走了之后 温润的脸庞上 瞬间抹过一丝 事情的气息 警队办公室里 128杀人案 久久不能结案 上级领导施压 心思缜密的陈队 认为 案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沈世杰这个人 心狠手 反侦察能力非常强 所以在这之前 我们没有他的指纹 没有他的档案资料 更没有DNA 为什么在坠牙之前 没多长时间 这些资料全都有 这事不值得怀疑吗 萧队长被陈队长说得 哑口无言 当天晚上 盈盈的男友 向盈盈求婚 盈盈捧着花热泪盈眶 在众人起哄下 盈盈答应了男友 盈盈认为 封世杰已经前回本事 并打算报复自己 她告诉陈队长 凶手申世杰 和知名企业家 封销声就是同一个人 她能从申世杰的眼神里 判断出来 陈队长表面上 安慰盈盈要相信 法律 但是心底里很是钦佩 能从三个穷凶极恶的 歹徒手中逃脱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她做到了 小五依旧坐着老油枪的手下 只是她还有另一重身份 申世杰照片 回忆起盈盈的话 请您相信我 封销声和申世杰 一定有关系 此时的陈队一斗丛生 第二天手下送来消息说 封销声七个月前就去了欧洲 最近才回国 陈队决定去会会这个封销声 见面之后的封销声 说话滴水不漏 私下里 陈队让属下大钟 调取封销声的演讲视频 无独有偶 一边的封销声 也在回看自己的演讲视频 阴邪的脸上略过一丝杀意 晚上刀尖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你说吧 陈警官 这事 太大了点吧 另一边 小五和兄弟们正在吃烧烤 忽然收到 陈队长的街头暗号 他急匆匆地跟老刘枪 打了一声招呼 声称有一笔 债务能收回来就出门了 就在他们快碰面的时候 陈队突然给小五打个一个 奇怪的手势 小五顿感不妙 装作路人和陈队 擦肩而过 不出几秒钟 巷子口冲出一辆汽车 小五惊恐万分 逃跑时被凶手刀尖发现 陈队长顶着最后一口气 死死地抱住凶手的腿 为小五的逃跑争取时间 在烧烤摊 小五遇到了杀人回来的刀尖 还好老油枪替他打圆场 刚要走的刀尖 又想到了一件事 反回来竟然让小五抬起脚来 看了之后才信心离开 老油枪看 小五神色不对劲 拉着他来到了厕所询问 我撞进刀尖杀人了 杀什么人 不认为他 对了 柯老师 一直想请你吃个饭 不知道今天晚上也没有空啊 没空 我今天晚上就热热热 你刚才说这个 这个学生透了他的手机 不好意思 我记错了 是明天晚上 那今天晚上 我请您吧 晚上在一间诡异的餐厅里 风啸生给音音倒上了红酒 很绅士地说 她就在门口 你旁边有个呼叫器 一按照的鞋 这让盈盈稍微心安了一点 风啸生问盈盈 为什么这么害怕自己 还说自己特别好奇这事 盈盈倒出了实情 七个月前 我遇到过三个劫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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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一个角落 所有也不是所有 区中那个头目 好 好 你找个咖啡响 风啸生听完连连道歉 还说 要送盈盈一个礼物 随后就将一个纸盒 转到了盈盈面前 正当盈盈打开纸盒的瞬间 一边的风啸生 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无比惊恐的盈盈 试图去暗桌上的门铃 却被一旁的风啸生 无情地挪开 看看一步步逼近的风啸生 盈盈惊恐万分 第二天 一早醒来的盈盈 收到了风啸生 慰问他爸妈 和未婚苏的董姓 黄恐不安的他 突然想起了 陈警官的话 于是盈盈来到了警局 找陈队长 却被陈警官的属下 大中告知 陈警官在三天前 出了车祸以离世 还没有走出警局的盈盈 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我和你爸 昨天差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昨天我们在外面 刚回到宾馆房间 一开门 房间的墙上 被人碰了好多血啊 墙上还写着一身 吓死人了 没过多久 有一个小年轻自首说 自己是交通事故的 肇事者 肖队一看他 就是一个抵罪人 他拿出陈队的照片 放在小青年的面前 知道他是谁吗 他叫陈青年 最好的警察 现在是这故意混淆真相 是在跟全体警察作对 懂吗 这边盈盈很奇怪 昨天晚上 是怎么回的家 他翻看了小区监控录像 竟然发现是自己走着回家的 可是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此时 电话声又一次 响起 接完电话的盈盈意识到 自己被监控了 到处寻找摄像头 终于在空调口找到了他 我继续犯我的脱 我让你把外套脱了 就在几小时之前 盈盈盈还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 封销声打来威胁电话 要盈盈立刻出门 车上封销声打电话 让盈盈穿上情趣内衣去一家酒店 为了家人的安全 盈盈只好答应 在一间恶趣味的房间里 刀尖叫来了一个矮胖猥琐的男人 这女儿怎么样了 小五被刀尖安排在门口守着 就在小五接了一个电话 返回房间门口时 看到胖男人被拖出了房间 小五急忙跑进房间 看到盈盈满是伤痕地靠在床边 于是立刻将她送进了医院 张大夫是吧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今天是这样的 患者被人击打头部 胸部 背部以及四肢 身体多处都有爆裂出去 而且刚才在检查过程中 患者还有偶血 头晕的状况 晚上小五手在盈盈床边 说起了心里话 你说你 干什么不好 偏干这个行的 不料这番话被盈盈听到 盈盈误以为小五是坏人 将她赶了出去 这边警局技术科送来一封报告 说是陈队长出事 当晚的随身物品 肖队看了一番 里面有小五的电话 于是打了过去 但是电话响的时候 刀尖就在小五身边 小五灵机一动 不买房 谁买房 你不看看我有多少钱吗 天天给我打电话 卖房卖房的 可是声信多疑的刀尖 拿过了小五的手机 回拨了过去 由于肖队长的随机应变 小五阻破一截 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小五给肖队回了一个电话 一直单线联系的小五 终于找到了组织 盈盈在医院的卫生间 偷偷地调查起了 风消声的有关细节 就在这时 门缝里有一人隐闪过 盈盈顿时感觉不妙 赶忙把手机 用塑料纸包好 扔进马桶 刚出门 就被来人拽着头发 扯了出去 出了点意外 看来我们的游戏 要提前结束 危急时刻小五赶到 可是三拳两脚之后 小五顾敌风消声 我看见 我打个刀剑 打上哪儿输出来了 让我落打 这样 大哥的女人 其实风消声 这次 来也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警告了一命一下后 就离开了 这边警方在突击检查时 发现娱乐城 涉嫌非法活动 娱乐城负责人刀尖 和诸多涉案人员 被带到警局 问话 这边还在问话 风氏集团的二叔 就找上了萧队 说情 还不忘利用关系给萧队 施压 萧队 心里品质器 这边审去 室门外 萧队 发火说 好不容易把刀尖抓不回案 一边的调查组部长说 经过中央调查组的一番解释后 萧队 才知道是自己的格局 太小了 表示权力配合 现在的萧阴被风消声控制 晚上 他又被指挥来到娱乐城 这次是一个中年男人 萧阴说尽了乖话 把男人灌醉后 拖到了卫生间 把门拴死后 准备逃脱 不料又撞上了 风消声 这时 后巧有两位女生来上卫生间 萧阴顺势将风消声 推进一家层间 自己找了个机会 偷偷溜走了 在风消声的控制下 萧阴的精神整天恍恍惚惚 一天他听同事说起 高血压患者误吃降糖药的事情 一个能逃离风消声魔掌的想法 在萧阴脑海中显现 他上网查找了相关资料 孤身一人来到药店买药 一番心理斗争之后 萧阴还是将高血压父亲的 药进行了调换 随后又给自己的父母 订好了外地的房间 喂 乡间民宿吗 这边萧阴的父亲因为 误食了药物 被紧急送往医院 病房里萧阴 因为想要实施自己的计划 而牵连到自己的父亲 感到很惠惨 病房门外 萧阴向未婚夫提出了 杜蜜月的请求 余泽 嗯 你现在能请假吗 请假 我们去旅行结婚吧 现在吗 等我爸好了 好啊 安排好家人后 盈盈立刻找到风消生 借口自己的父亲病重 需要到省城医院去治疗 不知道盈盈计划的 风消生最后还是答应了 送走了父母和未婚夫 尊敬的省纪委监察委员会 相关领导 我叫柯颖 是南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也是南州市 314抢劫杀人案的受害者 今天 我以实名举报 南州市 丰市服永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丰销声 盈盈连夜写好了检举材料 开车来到省城 为了不允许风消生的注意 我是外地到省城来办事的 路上身份证给丢了 能住吗 身份证号记得吗 我记不得了 这是我的教师证 我是南州大学的老师 你看这个可以吗 可以读 但是开表发票 没关系的 能住就行 这边找不到盈盈的风消声 抓住了盈盈的学生宜成锅 在他的口中风消声得知了盈盈去向 喂 怎么了 高老师 开门啊 一进门 风消声就把房间里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 当看到盈盈的检举材料时 风消声彻底露了 还有举报公安局 我说你怎么住在这儿啊 身份证查得不严是吧 你就是要跟我干命啊 盈盈虽然心里恐惧 但是她在开门前就悄悄地 在卫生间放起了水 此时水已卖入房间 盈盈一个剑步冲上前 拔掉了台灯的电源线 准备和风消声同归于尽 但是风消声看了看脚上水 狡猾地利用盈盈的 学生威胁起了盈盈 救命啊 救命啊 风消声以盈盈的学生于成波为威胁 使盈盈不得不放弃举报 重新返回南州 看望被打的于成波 但是于成波却留下了一张纸条 不辞而别 风消声很得意地来到盈盈面前 盈盈说 只有我知道你置身世界 陈锦邦可能也知道了 所以你杀了她 风消声很爽快地承认了 还说她本来可以不用死 是盈盈连累了她 但是盈盈接下来的一番话 你不杀我 不只是为了这个魔力 杀了我 就没人知道你是神世界了 也许还有人也知道你的秘密 但那些人都巴不得 把你是神世界的一切痕迹都抹掉 你不甘心 听着盈盈的话 想着过往的点点滴滴 风消声很是佩服面前这个女人 即使身处险境 还能保持头脑清醒 这边风是集团二叔 急着吩咐手下刀尖 把这些年的高利贷都收回来 听着二叔的话 刀尖感到二叔拿到钱后 会自己跑路 然后对自己痛下杀手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之后 刀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将收来的钱拿到手后 远走高飞 知道了此事的风消声 第二天假装和小五出海钓鱼 一会儿功夫他就走进了鱼舱 利用金蝉脱鞘 自己悄悄地返回了市区寻找刀尖 此时的刀尖 小心翼翼地躲在一辆货车车厢里 忽然听到外面有一响 还没反应 过来 自己就被烟雾潭迷晕了过去 一盆冷水后 刀尖清醒了过来 风消声就坐在他的面前 意味深长地说 此时的刀尖 立刻明白了一切 眼前的并不是 什么董事长风消声 而是绅士杰 他回来了 当年绅士杰逃亡 是刀尖故意泄露了他的行踪 仇人相见分外掩护 这个女人真的不可小瞧 已婚的她 不仅让风二公子抱上楼 还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你好像也不怎么怕你哥 我怕什么呀 我怎么不怕 我怕死他了 随后又故意说 姓风的人多了去了 风消声 千亿已身家 作用风氏集团 而你呢 你有什么样 男人凑近女人的耳边 现在没有 不代表以后没有 几天前 风氏集团二公子 瑞驰被召回国 在兄弟俩的一场聚会上 众人知道了刀尖 被杀的消息 二公子还说 尸体被扔在了垃圾场 千真万确 是内部的人带出来的消息 这让身边的众人惊愕不已 回到家的盈盈 回忆起聚会上的二公子瑞驰 你以前打架 不玩来着 玩腻了 汤汪口味 猜到他可能 还不知道现在的 风消声已经换了一个人 他知道 想要了解风消声的底 就得从风瑞士下手 第二天 盈盈带着鲜花和礼物 到片场找到了瑞士的女友鸭鸭 甜言蜜语 夏鸭鸭很是喜欢面前 这个女孩 等到瑞士来接女友时 盈盈顺便 也搭了个顺风车 下车石英英故意 崴了脚 半推半就的 将瑞士片上了楼 调情了几句 之后 就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还意味深长的说 快下去吧 不要人家等酒了 有空电话聊 我打给你 这边小五跟老刘枪喝酒 聊天时 说到刀尖被杀的事 联想到白天 松霄声让小五跟踪中宗市 集团 二叔的车子 却看到角落里 萧队和二叔约见的那一幕 小五不敢相信自己的上线 堂堂的刑警队 队长竟然是警局的内鬼 萧队被风销声 胁迫着来到一家夜总会 路上风销声 让萧队打扮得稍微静夜一点 无奈的萧队 只好扯开了上衣的扣子 涂起了口红 让自己更风骚一些 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里 风瑞池告诉风销声和萧队 过几天 她又要出国办事 萧队听后心头一紧 这边风销声 随手拿起一杯酒喝了起来 一旁的风瑞池满脸疑惑 我发现 这次回来你变化好大呀 以前你可是低久不沾哪 怎么现在就像是 换了一个人一样 对面的风销声却说 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 一次重新活过的机会 在洗手间 萧阴回想起 刚才风瑞池说的话 转身出门找到一个服务生 塞给她这些钱 拜托她约风瑞池到阳台 在阳台上 风瑞池又想要对萧阴动手动脚 萧阴赶忙推开她 我可是你哥的女朋友 你哥要是知道了 会杀了我的 我哥连杀鸡都不敢 你是在逗我吗 还接着说 我们说的好像不是一个人 我认识的风销声 杀人可是不眨眼的 此时门外 风瑞池的吃素女友 在拼命地敲门 情急之下 萧阴将一个纸条塞给了风瑞池 还说 想了解风销声和申士杰的故事 可以随时找她 风销声拿着小纸片 若有所思 风销声送萧阴回家之后 在捡萧阴扯掉扣子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窃听器 小五上前 询问时 风销声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找扣子 进屋之后 风销声故意用衣服 遮挡住了家里的摄像头 转身就给小五一个 风医生 你这是 谁看你来的 此时 小五大惑不紧 直到风销声拿出手枪 抵着自己胸口的时候 小五神情一下子 紧张起来 他告诉风销声 就算死也要做个明白果 风销声拿出在车里 找到的窃听器 机灵的 小五马上给风销声 分析起了事情的原委 我人在前走给您开车 您在后走 无论说什么话 给谁打电话 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又不聋 我犯得着 还找个窃听器当玩了吗 犯不着对吧 风销声听着小五的解释 觉得有理 便调侃了下 阿刚走开 小五手里拿着风销声 扔过来的手枪 发现 竟然是个玩具打火机 暗自庆幸自己 又躲过了一截 放开我 你放开我 几分钟前 盈盈还在参加论坛 却收到风锐池的纸条 于是他急忙抽身来到约见地点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 盈盈坐电梯来到楼顶 角落里 却走出了风销声 盈盈感到非常惶恐 风销声音着脸说 池少托我把这个 还给你 顺手拿出了盈盈 给风锐池的小纸条 你到底知道 风销声和绅士节 什么事情啊 盈盈敢忙说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自己 只是想炸一下风锐池 风销声声气地 将纸条扔在了盈盈的脸上 还一把扯过盈盈的头发 把他往阳台推 原来不知内情的风锐 只将小纸条 转手给了风老爷子 却是说 这个柯老师 偷偷地约条见面 在阳台上 风销声说 上次 我心软放过你 这次 你反倒来挑拨 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盈盈看得出这次 风销声想通下杀手 集中声志说出门前 跟男友通过电话 如果一小时 不回去就会立马报警 还得风销声看通话记录 但是狡猾的 风销声 一眼就看出了 其中的破绽 一把扯过盈盈 将他按倒在阳台边上 盈盈拼命呼救 就在这危急时刻 楼下突然出现一个 操着方言小哥 看我干什么 回去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回去回去 盈盈趁机说 正好 有人看到了 你把我从这摔下去 你也脱不了干系 风销声犹豫再三 还是将盈盈拉了回来 楼底下小五脱下身上的衣服 扔进了垃圾桶 匆忙地离开了现场 出来后的小五碰到一群记者 他对着记者 透露了风销声的行踪 当一大群记者围拢过来的时候 风销声有点不知所措 一旁的盈盈 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用流利的英语 替风销声 回答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帮风销声解了围 最后 他还告诉记者 此话一出 震惊了整个南州市 大家都知道 盈盈已经和别人订婚 回过神来的记者们 纷纷上前争抢头条新闻 不久 看着报纸上的新闻 风老爷子问风销声 是怎么回事 风销声说 临下手时 有点舍不得 那我找别人做 他必须闭嘴 风销声不懈地说 盈盈的事 他自己会处理 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看着这个不听话的儿子 风老爷子 勃然大怒 听到这里风销声 回过身坐了下来 直接问 我一直不太清楚 你们为什么 非要我做风销声 风老爷子 这时 也坦然地说起了 其中的缘由 第一你替风家在外 流落了二十多年 风家对你有亏欠 第二真正的风销声 已经病入膏肓 救无可救 第三是想把风氏 集团都交给你继承 不想让二叔他们 瓜分 还说风氏 能有今天是自己的儿子 用命换来的 说完后 风老爷子 陷入了沉思 一会儿 起身准备离开 看着风销声 还没缓过神来 老爷子 转身又叮嘱道 你必须做好风销声 不能出半点意外 你也想好好活下去吧 那就别因为一个风女人 葬送了你的大好前程 殊不知刚才的这番话 只是老爷子 给风销声部的一个局 这边盈盈 一个人闷在家 看着和自己 真正的未婚出照片 盈盈在想自己做的 到底是对还是错 回到家母亲 拿出报纸 质问盈盈 手上还戴着雨哲的订婚戒指 这边怎么又转眼 成为风销声的未婚妻了 这让盈盈回想起 雨哲求婚时的那一幕 心里五味杂陈 母亲还说 我们是高知家庭 你受到的那些高等教育 都到哪里去了 盈盈揉着手上的戒指 真的是有苦难言 因为家里到处 都被风销声监控着 所以 还不能把真正的缘由告诉父母 只能故意说 妈 我不爱雨泽了 只是 我怕她受伤 所以我 我一直没跟她说 不知道怎么开口 被盈盈这么一说 一旁的 父亲直骂她 是对感情的践踏 是道德的败坏 一气之下甩手离开了 晚上无处倾诉的盈盈 独自开车来到了江边 对着大江发泄着 自己内心的压抑和愤怒 最后就在江边哭成了泪人 回家后 男友雨泽已经在等她 盈盈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新闻里说的 是不是一场误会 盈盈只能说 不是误会 还说 现在已经不爱雨泽了 并且 提出了分手 这让雨泽难以置信 现在的盈盈 怎么会这么爱慕虚荣 竟然喜欢上一个歹徒 殊不知盈盈 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身后 就有个摄像头 正记录着 这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 第二天 清早 盈盈接到了 雨泽的电话 说自己正在风势集团 楼下 盈盈顿时 想到雨泽可能会去找 风潇生寻仇 可是一个文弱书生 怎么抵得过一个恶霸 于是他飞快地赶往风势 集团 想要阻止雨泽鲁莽行事 进门后 发现雨泽已经被风潇生控制 并且打得鼻青脸肿 我告诉你 否则后果很严重 于是下一秒在盈盈家里 雨泽被一帮歹徒 死死地按在桌上 老油枪拿过一把菜刀给小五 让他把雨泽的手指头给剁了 身心善良的小五 当场就表示拒绝 虽然小五没有动手 雨泽 还是被另一个歹徒 剁去了小手指 悲痛万分的 盈盈赶紧替雨泽包扎了伤口 将他送往医院 医生检查 伤口之后说 只要有断指 还是有在职的可能 可是砍断的手指 已经被老油枪拿走了 盈盈发疯一般的 冲进风销声的办公室 第三下四的恳求 风销声能够归还砍断的手指 此时的风销声 已经爱上了盈盈 于是打电话给老油枪 我问你手指头呢 扔啊 哪里 走出来没多远 随手给扔的大街上了 说来真不凑巧 就在盈盈寻找断指的时候 天下起了磅礴大雨 盈盈打着手电筒 不顾一切的 在地上摸索着 风销声看着盈盈也有点心疼 于是叫 手下帮忙一起寻找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一堆枯叶中 盈盈终于找到了一包东西 里面就是宇哲的断指 但是断指已经被车辆碾压的不成样子 这样 看来 宇哲想一只手指的希望 也彻底破灭了 小五心里过意不去上前安慰盈盈 没想到 盈盈一口咬在小五的手臂上 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小五的身上 等盈盈他们离开之后 风销声一脚踢在老游 枪身上 让你剁手 你给我动个小母手指头 冯爷爷 我这将就把他的手拿回来 听紧点 老游枪 一众人来到医院 看到门头有警察 就让小五进去看一下 有没有警方介入此案 小五进去之后 看到警察正在询问盈盈 被风销声剁了手指的宇哲 在医院报了警 风销声知道 此事后 立马打电话给盈盈 以宇泽和盈盈父母的安全为条件 威胁盈盈不要乱说话 盈盈知道这个疯子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所以在警方问盈盈 是不是风销声指使的时候 盈盈不得不掩盖了所有的供词 即使盈盈心里充满了愤怒 和对男友愧疚 但是在宇泽面前 他还是劝他别鲁莽 你明知道那些人是踏实实的 为什么说不知道 你跟我说实话行吗 盈盈只能继续说谎 他也只是意识冲动 还说希望宇泽 不要再追究风销声的责任 你叫我不要再追究了 如果你一定要追究的话 我就去找警察自首告诉他 是我指使人欧打你 目的就是逼你跟我分手 可以 盈盈回到自己的车里 想安静一下 打直到一阵急促的敲窗声 将他惊醒 风销声把盈盈 拉到了自己的车上 盈盈说 宇泽已经答应不再追究此事 也请风销声不要咄咄逼人 不然大家同归于尽 天不怕地不怕的风销声 根本不把盈盈的话放在心上 大家不要小看任何受过伤的女人 这天盈盈要风销声 把小五约到家里 对着小五说 小五哥 那你想知道 被人多守之什么感觉 小五听着这话 感觉几倍发凉 步步倒退中 不小心摔倒在地 没想到下一步盈盈 竟然用钢笔 直接刺透了小五的手背 痛得小五在地上 撕心裂肺地叫着 一旁的风销声看了也很吃惊 做完这一切盈盈坐在沙发上 强忍着泪水 这也算是给自己的男友 砍断手指报了仇 风销声给小五一张银行卡 叫他去医院 小五趁机找到了 萧队汇报情况 萧队寻思着盈盈 为什么不去找风销声报仇 小五在一边悠悠地 说他不舍得背 毕竟已经在公众场合上 承认是风销声的未婚妻 这让萧队感到很奇怪 因为就在陈警官出事后 几天 萧阴去警局找过他 告诉他现在的大企业家 风销声就是抢劫犯身试捷 要他们赶紧去把他抓了 销队把这件事告诉了小五 小五却觉得这两件事 好像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回头一琢磨 风销声平时 很讨厌跟一些商界精英在一起 反而和一些地痞流氓 混得很熟 被小五这么一说 心思缜密的销队 感觉萧阴很不简单 让小五找机会 去探探他的底 几天之后 小五又找上 萧警官汇报这几天搜索的证据 顺便把风销声送给自己 一辆豪车的事 也汇报给了萧队 萧警官立刻警觉起来 结果车要是一点一点的拆解开来 结果 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定位器 萧警官这时 松了一口气 还好是定位器 如果是窃听器的话 那他们俩的小命就不保了 不料 此时 风销声已经走进了这家小诊所 他不顾一边医生的阻拦 直接上了二楼 这时楼上的两人听到动静之后 顿感事情不妙 小五对萧警官说 自己的电瓶车还在楼下 如果自己一逃的话就露线了 他赶紧让萧警官撤离自己 再想办法 应付 快步来到了二楼 找到了小五的房间 幸好萧警官发现异常及时撤离 而且事先 萧警官给安排的街头地点 是家南科诊所 被风销声找到时 小五滋滋乌乌地遮挡住了 自己的下半身 一边的医生也配合着 帮小五打圆场 风销声看了一遍 这个房间并没有发现什么 在诊所外面 风销声叫小五去正规医院看看 但是小五对风销声跟踪自己 假装很气愤 你要是那么不信任我 我走人 没事 你说你这事传出去 坏了咱兄弟情分不说 多少少人得笑话我 楼上的萧警官 看着两个人离去的背影 心里很担心这次 风销声会不会起疑 晚上盈盈主动约风销声 在一家餐厅用餐 温馨的气氛下 俨然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但是另一边 他们却在暗地里相互较劲 以往的教训让盈盈知道 不能跟风销声硬碰硬 不然男友和父母的 人生安全都无法保障 他转念一想 这个假风销声在公司里 其实没有什么实权 而且他对公司的运作 一窍不通 他提出了一个风销声 难以拒绝的条件 公司的钱 期权股票 你一样都不能碰 你也不敢碰 因为你碰老转老转 金融是我的专业 我可以帮你获得实权 所以在这次 饭桌上 盈盈提出要先进入公司 达到所有公司的账目 还要风销声 要完全信任自己 不然无法达到目的 另外他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想弄清楚 绅士杰是怎么变成风销声的 原来绅士杰 被警方追捕跳崖之后 以为就此会和这个世界说 拜拜 不要风老爷子安排周密 用气垫接住了他 另外 安排了一具毁容的 尸体替代了他 而真正的绅士杰 却被扔进了集装箱 飘扬过海的来到了海外 充电五分钟 使用一整天这样的电动汽车 逆天技术 使这场新车发布会上挤满了人 就连盈盈也想订购一台 但是就连董事长夫人名义订购 也要等待三个月后才能提车 这时有一个老外 引起了盈盈的注意 一边的秘书 说他是一个外国专家 名叫大卫 汽车的核心技术 都由他掌控 一心想讨好盈盈的秘书 回到办公室 就跟盈盈八卦起了 这位专家的私生活 他一上来就说 对方是个流氓 小姑娘是一个接着一个 多的连自己都记不清名字 可是这样的他 却被公司极其看重 就连电话号码也是机密 这让盈盈联想到之前 调查电动车项目的账本时 发现账目表面很完美 但某些数据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他相信 这个大卫身上 一定可以找到突破口 于是寄上心来 他让风销声 故意踩坏自己的手机 下一步找上刘经理 假装委屈地说自己手机坏了 想打个电话给自己的朋友 眼见着情况 刘经理立马拿出了 自己的手机给盈盈 盈盈打电话给风销声 叫他来接自己 就在风销声 和刘经理寒暄之际 他迅速打开了 刘经理的通讯目默默地 记下了大卫的电话 接下来他就用风销声的电话 打给了大卫 讨厌 你都不记得人家了吗 你再上一菜跟你喝酒 不好意思 刚才电话有点不清楚了 那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去找你 你还住在上次那个 四季酒店 反正这个大卫女朋友多的 连自己都记不清 盈盈的这番撒娇 大卫轻松上钩 当晚他画着精致的妆容 找到了大卫 大卫看到如此美人 上前殷勤地请他喝酒 三五杯 之后 大卫提议一起到酒店房间 继续喝 盈盈心中暗喜 临走前给风销声 回了一条短信 叫他十分钟之后 打电话给自己 就在两人进酒店房间不久 大卫就火急火燎的 想做点小动作 就在两人你拉我推的时候 电话声终于响起 接了电话之后的盈盈 故意跟大卫说 有工作想借用下他的电脑 还撒娇着叫大卫去洗香香 就在大卫洗浴之时 盈盈立刻拷贝了 大卫电脑中的重要文件 然后迅速离开了酒店房间 怎料门口竟然碰到了风销声 盈盈于是抱怨起了 对方打电话太晚 风销声以为盈盈被欺负了 不由的怒从心头起 盈盈赶紧拿出U盘 催促着风销声快离开 这是一次特别的派车任务 一共四辆车 其他三辆开到指定地点后 每人能拿到五万元报酬 而小五的这辆车开到指定地点 却只能拿到三千元 小五顿时来起 上前质问金哥 打发要饭的你给我三千 你说什么的 你说说什么的 老枪 你这兄弟怎么回事 结果还是老油枪拉过小五 小声说 钱少说明 你这车只是为了给其他三辆车打掩护 没有危险 其他三辆车报酬 虽然多 可以要有命花才行啊 临走前老金还点美人一步 只能接不能打的手机 这边 萧警官已经通过小五巧妙留下的线索 查到今天 行动的几个人都是有前科的惯犯 这时 第一辆车慢慢地开进了一家检查站 司机本以为可以蒙困过关 不要萧警官已经将嫌疑人的照片 发到了各个哨口 为了麻痹对方假装放行 得到通知的萧警官 马上锁定了这辆车的行踪 这边金哥确认了第一辆车顺利通过之后 立刻打电话给小五要他去接一个人 并告诉小五接下去全厅那个人的指挥 小五按照金哥的要求来到了指定地点 看到一个身穿电弓服脸上 有刀疤的男人正在等他 他要求小五把车子的膜撕掉 几分钟之后 让小五目瞪口呆的是这辆车 竟变成了一辆电力抢修车 小五瞬间明白自己这辆车才是主角 刀疤男让小五换上了电弓服 还把一个报警灯故意放在车头 这样 看起来就跟真的抢修车一模一样 紧接着抢修车来到了一家检查站 刚好前方有一根高压线 故障 所以三言两语之后 抢修车就顺利通过了关卡 其他三辆车都已经到达目的地 同时也在萧警官的布控之中 随时可以抓捕 可是小五的车却迟迟没有露面 此时的萧警官才发现 这三辆车其实是打掩护 东西一定放在小五的车上 既然排查大路没有结果 萧警官准备抽掉警力 去山区路段设卡 这边小五开着电力抢修车 通过了一个个的关卡 把货运进了深山 在卸货过程中 小五暗中观察发现 运输的竟然是黄金 刚想通知萧警官 不要华夏山坡晕了过去 他们俩本是一对无话不说的闺蜜 却因为一件事情 让彼此有了隔阂 盈盈知道 小莲在调查风市集团 却轻描淡写地劝说她 调查这件事情没有意义 人家是当地知名企业 关系网复杂 不是你一个小小的记者 能够撼动得了她 面对闺蜜诧异的眼神 盈盈还添油加速地说 不要给自己和家人找麻烦 这直接点燃了小莲的怒火 直骂她站在道德的对立面 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看着小莲愤然离开 盈盈心里委屈到了极点 因为家里布满了风销声的监控 不久后 两人又在风市集团的新车发布会上见面 殊不知盈盈说的这番话 是在给闺蜜故意留下调查线索 下一秒 小莲似乎明白了盈盈话里的含义 她和同时来到了工厂 谎称已经和李经理约好了采访时间 可是门卫跟他们说 李经理已经很久没来上班了 而且 厂里面现在是无人上班的状态 小莲和同事偏不兴致地嫌 深夜小莲和同事 悄悄地溜进厂房寻找线索 没想到被厂里面的大狗 追得狼狈不堪 在回去的路上 同事告诉小莲 原料仓库竟然都是空的 这正好符合了小莲之前的猜想 汽车项目根本就是一颗烟雾弹 这时小莲收到一条匿名信息 打开一看 是该项目总监大卫的详细资料 第二天 同事调查大卫的背景有了结果 原来大卫竟然是一个无业游民 而且还有犯罪案底 根据已收集的资料 他们总结出 此时小莲一下子察觉到 风市集团作为数一数二的企业 背后肯定有副市长的妈妈的支持 小莲来到家里 看到母亲准备出国 问她是不是准备潜逃出国 母亲很生气地告诉她是 省里要她去欧洲考察几天 接下来小莲就直接问母亲 是不是为了政绩和对方给的好处 而对风市集团提供方便 母亲捏了捏衣服知道 这事是瞒不住了 假装好言相劝 莲莲 妈妈从小教育你 给你讲道理 是要把最正确的道理讲给你听 可是道理是道理 现实是现实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从小到大 是您教会我如何辨别对错 分辨是非 还现在呢 你又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没有对错可言 没有是非可分 你终于变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 就在小莲生气地离开之后 她立刻打电话给风老爷子 告诉她 已经有人在调查汽车项目了 要她小心行事 没想到 竟然让盈盈陷入了危险当中 今天小莲来到学校 感谢盈盈给自己发的 关于大卫的匿名邮件 让她知道 新能源汽车 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可是盈盈却说 并不是自己发的邮件 谁想到此时不远处 有一双阴暗的眼睛 正在偷偷地窥视着他们 虽然盈盈否认了这件事情 但是风老爷子 还是调查到 盈盈接近大卫窃取资料的事情 这个可盈 看上去不像个善叉 杀过人的女人 怎么可能是善叉 别的倒是不怕 就怕她从这个里头 看出点别的 这天盈盈刚好再给风销声打电话 一转眼 竟被捂住嘴巴强行带走 电话里的风销声听到不对劲 马上掉头往盈盈家里看 不料半路上看到 对象车到驶来的车里 坐着昏迷的盈盈 出于对风老爷子的了解 风销声立刻想到 只有她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于是打电话给风老爷子 咬牙切齿地逼她放人 自己经过一路的追赶 终于逼停了那辆车 一群小弟 看着凶神恶煞的风销声 都战战兢兢地不敢动 就下了盈盈口 风老爷子一个电话 把风销声叫了回去 对方提醒她 盈盈帮她的目的不简单 之前有过如此深仇大愤 现在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帮你 风销声说 盈盈的是 她自己会处理 她反过来问老爷子 新能源车项目造假 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该项目占据了公司 绝大部分的资金 风老爷子说到 现在只有拿到预定款 稳住客户和供货商 再过三个月 风氏集团就能起死回生 可对于风销声来说 钱才是最重要的 她直接向老爷子 勒索预售款的一半 不然就出售手中的股份 狡猾的老爷子 于是给风销声设了一个兑线门槛 就是要她去搞定 正在调查公司造假的记者小莲 还说内幕线所有 可能是盈盈透露给她的 这天风销声接盈盈 去自己家居住 不要在车库 遇到了好久不见的小五 在办公室 两个闺蜜 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大打出手 结果到底如何呢 这天小莲来到风销声公司 调查化工厂项目资料 没想到接待她的 竟然是昔日闺蜜盈盈 一上来 小莲就讽刺盈盈 放着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做 非要跟风销声混在一起 怪不得风销声 会允许自己 随便进公司查项目 盈盈并没有在意 小莲说的风言风语 直接问 小莲新能源车调查进展如何 没想到得到的结果 却是一场误会 原来是同事乔宇 为了勒索风销声 欺骗了小莲 技术总监大卫 也是真的专家 工厂的原料仓库 堆满了半成品 听到这里 盈盈感觉到事情很不妙 你们昨天出去见面 谈的就是这些吗 你很紧张这个 我在问你 你们昨天出去见面 说了些什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一生身份指纹我 风销声的未婚妻吗 连连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 就你这份心事 当什么调查记者 调查呀调查 就半点真相都调查不出来 只能累人累积 你再给我说一遍 此时盈盈感到有点失态 连忙劝说小莲 不要再调查风市集团 你很有可能陷入了一场 别人精心设好的骗局 以后也尽量离风销声远一点 这番话 直接把等值的小莲气炸 在她看来 盈盈是在吃醋 所以才这么说 此时风销声 刚走到办公室门口 盈盈只好顺着话题说 莲莲 我知道你一直记恨我 因为杨雨泽 如果你还喜欢她 你可以去追她 而不是来报复她 小莲听后嗤之以鼻 说自己从来没有 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 对于风销声 允许小莲查公司项目的决定 隐隐表示坚决反罪 还说有她没自己 有自己没她 对于昔日的闺蜜 竟然如此爱你虚荣 还反咬自己一口 小莲大骂着离开了风市 心情坏到了极点 夜深人静的时候 帽子哥悄悄地摸进仓库 竟然在所有的货物上 都淋上了汽油 一时间火光冲天爆炸不断 第二天 风市集团的原料仓库被烧一时 在网络上疯狂传播 隐隐不禁感叹 竟然用这种 杀敌一千四寸八百的方式 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 风销声马上找到了风老爷子 质问他厂房被烧 短短三个月 新车又该如何交付 不料老爷子却一脸暂定 竟然说 这是为了大局着想 不得不做 还说三个月之后 新车会从德国 直接引进交付给客户 品质也会更好 可是风销声转念一下 之前隐隐曾经说过 风市肯定会在三个月内 将所有资金转移到国外 这场活只是一个骗局 而对于盈盈和风销声来说 却是一个可以把握的机会 当务之急 是要堵住悠悠众口 风销声和盈盈 立马统一了口径 即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风销声按照商量好的应对技巧 红容地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 会场上盈盈得到口信 说有人在楼梯过道等他 于是 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会场 小五见状 觉得很可疑 便悄悄地尾随了出去 不要在楼梯的转角 盈盈见面的人 竟是前男友宇德 他至今都难以相信 盈盈会爱慕虚荣 为了请离开自己 风销声是不是协谱 难道真是像你说的 风销声 真的就是神世界 元元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信任 不要什么事 都自己一个人去考 可是当下的情形 盈盈哪里能够说实话 含着眼泪 把分手的话说得很绝 而这一切 都被躲在一边的小五听得真切 不料此时安秘书突然闯进来 问小五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一早小莲来到报社 奇怪的是 平时互相打招呼的同事 今天却对他指指点点 他感到一阵莫名其妙 热心的同事上来 告诉他 赶紧上网看一下新闻 小莲上网 一看大吃一惊 自己竟然和大企业家风销声 闹出了绯闻 同时看到新闻的影影 也感到很奇怪 这条看似一般的新闻 这条看似的就是 风老爷子 想要离间盈盈和风销声之间的关系 不料这时小莲主动找上门 想要采访风销声 来者是客风销声 也不好意思拒绝 虽然小莲表面上 是来采访工厂着火一室 但是中途画风一转 询问起了风销声和盈盈之间 是如何交往的 还说盈盈的前男友杨宇泽 为此事 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所以说 柯盈和你这件事 对杨宇泽的打击非常的大 前几天我见着他了 我差点没认出来 整个人狼狈不堪 你什么时候见到杨宇泽了 你们风氏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在酒店的外面见到他 联想起当天盈盈的表现 风销声心里一紧 送走小莲后 他立马打电话给盈盈说 想要见他 对方却说 再去美容院的路上 下车之后 盈盈还让阿刚在车里休息 说自己做护理的时间比较长 不料下一秒 盈盈就乔装换上了美容院的工作服 打点好周围的人 之后就溜出了门 来到了和杨宇泽约定的地点 他拿出一张照片 这个男人以前是真正风啸声的司机兼保镖 却在一场意外中 无幸去世 盈盈要杨宇泽帮忙调查 对方是否真的已经离世 因为他怀疑 这个男人 就是绅士节跳崖后的替身 这样至少可以证明 绅士节还活着 交代完事情后 盈盈匆匆赶回美容院 没想到刚进门 就看到黑着脸的风啸声症等着他 他问盈盈是不是去见了杨宇泽 不料对方爽快地承认了这件事 面目猙獰的风啸声一上来就掐住了盈盈的脖子 但是面对自己心爱的人 风啸声还是不忍下手 愤然离开之际 盈盈红着眼 哀求他放过杨宇泽 否则自己会和风啸声同归于尽 风啸声来到叶总会借酒消愁 不料遇到自己的小迷妹苗苗 苗苗是已故陈警官的女儿 他来到叶总会打工 是为了调查杀害父亲的证据 喝醉了的风啸声被众人帮扶着上了车 苗苗趁大家不注意也偷偷地溜了上去 在酒店房间里 苗苗幻想着打开风啸声的手机能得到一些信息 没想到打开手机的密码 就让他犯了难 更让他意料不到的是 原本以为喝醉的风啸声 却在偷偷地注视着这一切 另一边同学小波联系不上苗苗 只好打电话向盈盈求助 盈盈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立马打电话给风啸声 不料接电话的竟然是苗苗 身处险境的苗苗 此时还责备盈盈多管闲事 这边心急如焚的盈盈 立马来到叶总会 找到管理会所的金姐 询问风啸声的房间号 我问你 风啸声在哪 他把那小姑娘带哪去了 正好此时 小五也感到询问此事 很快盈盈和小五找到了酒店的房间 进门前一影响到 此时小五和自己一起出现在房间门口不太合适 于是和小五说 让他先回去 自己有办法应付 风啸声听到敲门声出来开门 没想到盈盈一上来就给了他掩火 这时候苗苗跑出来 还在给风啸声找理由推脱 风啸声把两个人都推进房间 他很清楚 苗苗接近自己是为了什么 还扬言 即使盈盈来要人 也不会把苗苗交给他 正当这时 肖警官带队及时打到 一把按住了风啸声 可是不争气的苗苗 却在旁边围风啸声说着好话 来到楼下 苗苗还在责备盈盈的到来 打破了他的计划 盈盈也不理会这个小女孩转身离开 经过这么一闹风啸声 看清了盈盈接近自己的目的 接下去的日子 盈盈的处境会很危险 拍卖会上 正在拍卖一条价值连城的钻石项链 没想到风啸声 一致千斤轻松拍下 她来到台上郑重地宣布 台下的小莲非常惊讶 自己的闺蜜 盈盈不是风啸声的未婚妻吗 今天怎么又来 跟自己搞暧昧 但是对着台下这么多观众 小莲也不好 薄风啸声的面子 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下 她接受了风啸声 为自己戴上了项链 第二天 他们俩的新闻 就上了报纸的头条 小莲的母亲连副市长 看到这则新闻之后 气得把手机都给砸了 然而风老爷子这边却非常得意 自己的儿子 能够搞定连副市长的女儿 这样的话 风市集团 就可以继续得到连副市长的庇护 这天风老爷子 邀请连副市长到家里 来商量两个孩子的喜事 不料连副市长坚决反对 她怎么会把自己的宝贝女儿 往火坑里推呢 这边风老爷子威胁说 现在两家是一条船上的人 万一风是集团出事 帮忙庇护的连副市长 也会受到牵连 这时 风啸声和小莲刚刚进来 老爷子故意拿出了自己的传家宝 送给未来儿媳 以表示诚意 小莲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只价值不菲的翡翠玉拙 一旁的母亲 也不能在女儿面前 对风家撕破脸皮 只好对风啸声说 以后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女儿 这天晚上 小五刚回到家 不料盈盈已经等她半天 盈盈坦诚地告诉小五 自己之前 所做所有事情的真实目 就是要收集风啸声的犯罪证据 从而半倒整个黑势力 风啸声不是一个人 他背后有风氏集团 还有庞大的黑恶势力 咱们背后还有国家呢 你要相信 邪不压正 所以我们要合作 我们要联合起来 你一定要帮助我 回到风啸声的身边 让她重新信任我 还在一边庆幸的风啸声 怎么也想不到 一场精心策划的苦肉计 即将上演 小五告诉盈盈封老爷子 心抚杨律师的生活规律 要她见机行事 盈盈趁杨律师 去路边买点心的时候 悄悄地溜进了她的车 杨律师回来后 看到盈盈很是惊讶 盈盈告诉杨律师 自己要见老爷子 一旁的小五 看见盈盈顺利出发 便按计划打给了风啸声 告诉她盈盈的去向 风啸声看到自己 心爱的女人 去了最危险的地方 自然放心不下赶地过去 这边风老爷子 看到自己送上门的盈盈 也是很吃惊 她兴致勃勃地 跟盈盈说起了 风啸声和小莲的婚事 可是一边的盈盈 却话题一转 您真的以为 我之前跟绅士结在一起 是爱上她了吗 我不怕实话告诉你 我恨她 恨不得杀了她 她想跟老爷子做个交易 如果对方能够提供风啸声 就是深世界的证据 那么自己也会交出 对方做假账的限制 这样风老爷子 就可以顺利地 将国内资金转移到国外 如此有诱惑力的条件 狡猾的风老爷子 却还是半信半疑 不料此时 盈盈听到了小五发来的暗号 知道风啸声 已经来到了门口 盈盈立马变了一副脸 大声地说道 自己不会再纠缠风啸声了 老爷子被盈盈 这么突如其来的反应 一时间还找不着北 盈盈看准时机 不断地刺激对方的明感神经 把自己说成 是被老爷子逼不来的 您别以为 我不知道您的用心 您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让风啸声杀了我 因为您不想让我再帮她 您把风啸声 当作一个傀儡 您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傀儡 拥有自己的头脑 老爷子被气得头顶冒烟 拿起茶杯 就向盈盈扔了过去 盈盈趁机假装跌倒 这时躲在门后的风啸声 果然重击 冲进来就将杨律师摁倒在桌上 盈盈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故意用手按在碎玻璃上 压出了一滩血 接下去 盈盈还会怎样 演这出戏呢 小五故意上前询问盈盈的伤势 成功地将风啸声的注意力 转移了过来 盈盈利用风啸声 对自己还有感情 在这混乱的局面上 又添油加柴 风啸声剑 盈盈这副样子 也没说什么 直接将她公主抱走 被摆了一刀的风老爷子 暗自感叹 盈盈这个女人不简单 既挑拨了自己和风啸声的父子关系 又让自己重新回到了风啸声身边 恍然大悟的风老爷子 真心地佩服这个女人的胆识和计谋 暗自担心 风啸声会毁在这个女人手里 出门的小五 忽然接到了老油枪的电话 他对小五说 之前的原料仓库 就是自己烧的 现在自己要跑路 想见儿子最后一面 并且叮嘱小五 不仅要瞒着二叔 还要瞒着风啸声 小五虽然一口答应了他 但还是出于往日的情分 还是规劝老油枪向警方自首 习惯了自由的老油枪 说要见过儿子之后 才考虑此事 小五来到一家小卖部前 确定好周围没有异样后 拨通了萧警官的电话 把老油枪的事情 1510的报告给了萧警官 不料刚挂断电话 转身就碰到了之前的跟班小弟 原来对方专程来找他还钱 临走时 还向小五拘了一躬表示感谢 小五开车离开之后 竟在反光镜中 看到那个小弟 久久没有离开小卖部 小弟接下去会怎么做呢 想要携款潜逃的老油枪 给小五打电话 叫小五帮忙 想见儿子最后一面 小五念着旧情 将老油枪的儿子接出了学校 路上小五接到了老油枪的电话 电话里 他并没有说具体的见面地点 只是让小五按照自己说的方向一直开 并且叮嘱小五 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时 小五好像想到了什么事情 立刻回拨了过去 因为他想到 送给老油枪的车子里面 装有风销声的定位仪 不料就在此时 老油枪的车子门禁 被突然锁死 两个骑着摩托车的人 拎着汽油快速的 走了过来 意识到死神即将来临的老油枪 大声地冲着电话喊道 风销声就是绅士节 下一秒 风老爷子接到了二叔的喜报 说有人把眼中钉老油枪给解决了 相反 风老爷子觉得这一定是风销声的杰作 这时 风销声这边 也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放下电话之后 风销声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前一天 风销声接到了老油枪的电话 对方告诉自己 手里还保留着 当年他还是绅士节时玩过的一副麻将牌 上面 留有绅士节的指纹 老油枪想以此敲诈风销声一笔 然后跑路 声信多疑的风销声 绝不允许有一丁点证明 它是绅士节的证据存在 风销声找人把老油枪的车给烧了 晚上他来到老油枪的办公室 寻找那一副留有绅士节指纹的麻将牌 没想到 寻找麻将的声音 被门口刚路过的二叔给听见了 风销声猛地一开门 二叔就摔进了屋子 风销声提起麻将 就把二叔的脑袋里砸破了 地上的二叔还云里雾里摸不着呗 风销声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一把火把带有绅士节指纹的麻将 给烧了个通透后离开 这一边小五音没有及时告诉老油枪 自己送他的那辆车上装有定位仪 而害得他被风销声烧死 内疚地直流眼泪 一旁的宵警官安慰他 老油枪只是严重烧伤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并且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自首 听完之后 小五的心情瞬间转好 调整好心情后 小五打电话给风销声继续演戏 大哥 出事了 强哥 不要出事了 然后假装悲伤地来到风销声家里 怒骂二叔是个混蛋 之前的杰哥和刀尖 都是二叔害死的 还说老油枪生前跟他说过 是二叔暗中使坏 让杰哥他们走了回头路 还指使刀尖出卖别个 风销声听了之后 瞬间气炸 打发小五回去之后 风销声对客音说 阴谋 他们一开始就是个阴谋 他们先把我往死路上逼 逼得我走投无路了 再假惺惺地伸出手来捞 然后把我弄成现在人模样 给那个病死鬼当提神 出在公司里当傀儡 当靶子 当孩子 这个女人心事重重地准备坐电梯 不料这时有人拍她的肩膀 她一转身 刚好碰翻了对方手中的咖啡杯 小五连忙表示歉意 随后热情地拉起女人的手 准备给她去买件新衣服 小五之所以这么殷勤 是因为前几天 她看到封老爷子的心腹杨律师 偷偷赛给方姐一份文件 为了弄清楚这份文件的具体内容 小五只好故意接近这个女人 来到商场 小五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夸得方姐意乱情迷 她还主动地给方姐拿包 让她去试一件试衣服 没想到下一秒 小五竟偷偷地打开了方姐的包 对着里面的文件一通狂拍 原来里面的文件 都是伪造封销声签字的大额转账清单 封老爷子 想通过这些文件 把集团能够搞到的钱 全部转移出国外 一会儿功夫方姐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 小五早已经将东西放了回去 送走方姐后 小五立马来到封销声家 想跟封销声汇报这些情况 没想到进门的时候 盈盈给了她一个眼色 原来曾经是小五手下的华子 也在 她说是向封销声来汇报情况的 想到之前跟销警官通话的时候 刚好被华子碰到 小五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一旁的华子拿出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有销警官的电话号码 还跟封销声说 看到小五用小麦布电话 偷偷摸摸打过这个号码 并且一口咬定 小五就是警方的卧底 眼看着他们几个争吵不休 盈盈过来出了个主意 说 直接用这个号码打过去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一边的风销声听着有理 这边可急坏了小五 当时盈盈说好 要跟自己合作 怎么现在突然反水了呢 可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电话那头对小五这人 表现得异常陌生 你是 我小五 原来盈盈早一步 向销警官约好一起演这出戏 虽然有惊无险 但是回去的路上 小五还是心有余悸 他一下子追上了路上的华子 准备好好的出一口气 在华子母亲住院期间 只有自己帮他出钱出力 现在华子却反过来坑自己 华子泪流满面的说是 手头缺钱没法生活 不得不答应风销声来监视小五 小五听了华子的一番哭诉 气也消了一半 晚上盈盈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起来想跟风销声聊聊天 没想到 找了整个屋子都不见人 他来到一间从未进去过的房间 看着门上的密码锁 脑子里不由地闪过一串数字 试着去按了几下门 竟然被打开了 进去之后 盈盈发现 看似普通的房间里面 却暗残了玄机 快看这个女人 被董事长的一句话 弄得坐立不安 原来这个胖女人叫方姐 是风市集团的财务总监 早上的例会 一向不插手公司事务的风销声 突然向方姐提出 要冻结公司所有的资金 还要查看资金账目明细 这就让方姐坐立不安了 只要一查资金明细 就一定会发现 自己做的是假账 他立刻打电话给 老爷子的心腹杨律师 我跟你说 董事长肯定是 在我们走道的事情了 他说我把这个月的明细给他赶 怎么办 对方回复说 咱们听他安排 就算天塌下来 也有老爷子撑着呢 这边风销声 让小五盯紧方姐 一边的盈盈也说要 跟着小五一起去 毕竟账簿的真假 只有自己最清楚 风销声也只好答应 正当他们上车时 看到方姐的汽车 正好开出了公司大门 小五随即跟了上去 在一家银行门口 方姐神神秘秘地 拎着一个皮箱走了出来 原来她把真正的账本 放在了银行保险柜里了 小五假装上前打招呼 却把方姐吓了一大跳 就在小五上前 想帮方姐提皮箱的时候 一边的方姐 终于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你相信我 就是为了我手里的东西 你压根就没真心 想跟我好过 你就是懂上的心腹 小五也不想狡辩 直接承认了一切 但是这次是真的想帮方姐 你觉得你把账本给了他们 他们留你这一坨证证 后果只有你一个 他们杀了你女口 然后再伪造被罪前逃 说到这里方姐真的害怕了 大脑一片空白的她 听从了小五的建议 先逃命再说 下一秒 盈盈拿出账本翻了几页 确定就是要找的那几本 小五提议 将这些账本交给萧警官 这样就可以把封销生 及其他背后的势力 一举打款 可是精明的盈盈 一把拉住了小五 说按照法律规定 做假账追究的 只是直接负责人 比如CEO或者会计之类 对于幕后的封老爷子 毫无杀伤力 他提议将账本交给封销生 让封氏父子狗咬狗不懂 你觉得高智商的盈盈 接下去会怎么做呢 一本账本 记录了封氏集团的罪恶 但是小五和盈盈 对于如何处理账本有了分歧 就在小五下车 想复印账本的时候 没想到盈盈一脚油门 就将汽车开走了 小五急忙打电话询问 为什么不是先商量一下 可是盈盈却说 和小五没有再商量的余地 她认为 现在首要任务 就是让封氏父子内斗 才是最好的结果 而且盈盈还要让小五 立刻打电话 给封销生告自己的状 这一番高智商的操作 连小五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下一秒 盈盈拎着皮箱 得意地走进了封销生的房间 刚刚接到小五的电话 以为盈盈会带着账本一去不回 可是现在竟然回来了 封销生高兴地一把抱起盈盈 原地转了三圈 下一秒 盈盈告诉她 别小瞧这几本账本 他们至少值五十亿 甚至更多 还调皮地说是成之后 要百分之一的好处 多疑的封销生问盈盈 为何不直接交给老爷子 那样的话 盈盈就可以从老爷子手上 拿到封销生 就是绅士节的证据 面对着尖锐的问题 盈盈只淡然地回答道 可能是自己真的病了吧 既让回答说得过去 也让对方以为 盈盈真的是爱上了自己 听到小五打电话 告自己的状 盈盈又搬出一套台词 说是自己打心底里 不信任他 这波神操作之后 终于让生性多疑的封销生 放下戒备 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这边萧警官听完小五的汇报 惊叹盈盈盈真是个厉害的角色 只有他们矛盾闹得不可开交 封销生才得以高枕无忧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账本在封销生手里 不会被销毁 他一定会拿着他去勒索封老爷子 这也是隐隐不好的局 果不其然 老爷子这边接到了封销生的电话 叫他到指定地点谈判 此刻是封老爷子这一生最气愤的时候 他直接将手机摔了得粉碎 原来电话内容 竟然是儿子封销生 利用公司账本来勒索自己要钱 但是自己又被逼无奈 不久后封老爷子 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这是一处悬崖边 老爷子一眼就认出 是当年绅士节跳崖的地方 下一秒 悬崖边上这两人 看似一对情深意重的父子 心底里却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老爷子提起了已故的儿子 打起了感情牌 不料封销生直接戳穿了他的伪扇 直接提出来 用账本换取更多的钱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老爷子回头看了一下心腹 对方却摇了摇头 传达了一个暗号 原来老爷子早已安排二叔 急匆匆地赶往封销生家找寻账本 就在这时 小五发觉不对劲 一把夺过杨律师的耳脉 听到电话里正在汇报情况顿感不妙 封销生担心家里盈盈的安危赶紧离开 临走前 还不忘给杨律师补了一枪档的汇报 这边在家的盈盈 突然接到封销生的电话 要他赶紧赌闭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二叔已经带着一大帮人堵住了门口 封销生只好让盈盈先堵进书房 盈盈虽然已经知道密码 但在电话里 他又故意问了一遍 在书房里封销生 果然告诉了盈盈 打开暗室的机关 原来在桌子下面的暗格里 有一个开关 盈盈轻轻一转动 暗门就自然打开了 进入暗室之后 盈盈被眼前的荧幕惊呆了 暗室里摆满了监视器 柜子里 还藏着数不清的现金和金条 这时 电话里突然响起封销生的声音 他让盈盈在小区北人短看 可是门外二叔 已经在外屋翻箱倒柜的寻找账本 这可怎么出去呢 正当二叔带了一伙人 翻箱倒柜的寻找账本的时候 封老爷子却突然打来电话 叫他赶紧撤退 原来封销生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 二叔嘴上说着 他来了更好 我正好顺手连他一块给宰了 但是在门口正好遇上封销生的时候 他竟然怂了 封销生上前一脚就把他踢飞 并把其他几个小弟也一并把趴下 随后又拿出枪顶着二叔的脑袋 告诉封佑 想要账本 明天五亿美金打到我海外账户 晚上封销生故作神秘地带着盈盈出去吃饭 既不告诉他是和谁一起 临走前还带了枪和一个保险箱 连车都开的是一辆极为普通的大众 在路上封销生终于还是告诉盈盈 今晚吃饭的对象是对方父母 盈盈大吃一惊 看来封销生想吃完饭之后马上逃离此地 盈盈灵机一动假装给父母打电话 偷偷地拨通了萧警官的号码 喂 喂 爸 你们到哪儿了 开园酒店的魏明君 萧队接到通知后立即安排警力 控制了整个饭店 封销生和盈盈来到二楼大厅 盈盈借口自己要去洗手间 转身悄悄地给萧警官报信 就在这时 封销生无意间看到萧警官上楼 他心里一惊 但还是提着箱子 坚定地走向不远处的盈盈 不料这时有警察举着枪 从盈盈身后冲出 封销生只能拼命地逃离酒店 原来他还留有后手 阿坤开着准备好的车 顺利地将他带走了 今天又被盈盈耍了一遍的封销生 在车里又气又恨 一边的阿坤力劝封销生 他跟咱们就不是一路人 封销生若有所思 这边陪着父母的 盈盈等来的 却是封销生又一次逃脱的消息 他心里忐忑不安 萧警官反复叮嘱盈盈 以后如果有什么发现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他 千万别擅自行动 封销生退去伪装的外衣 重新做回了绅士节 他知道自己在国内 已经四面楚歌 所以暗中把信任的小五找回来 又胁迫迎应三人一起 逃到了东南亚 因为那里有一个可以利用的人 这天阿坤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原来这里的黑老大 一直软禁着封氏二公子 如果没有封锐池 就拿不到封家的财产 手里的账本也等于废纸 晚上封销生带着小五来到了一家酒吧 他先让小五自己先玩一会儿 自己却和一个刀八男 心照不宣地走向了后门 细心的小五 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他偷偷地跟了上去 在转角处 他看到绅士节竟然跟一个男子在街头 小五看不见男人的脸 却看到对方手腕上戴的手表 等一切结束后 小五提议将封锐池直接带走 绅士节意味深长地说 猎物会自动送上门的 第二天阿刚进门和盈盈说 绅士节想见他 等盈盈来到绅士节面前时 他竟然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还说过几天想和盈盈结婚 盈盈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绅士节还是不愿相信 眼前这个他深爱的女人 一步一步地接近她 是为了将她拉去坐牢 她拿起枪对准一命 强迫她来亲吻自己 然而就在绅士节闭眼的那一刻 盈盈突然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绅士节失望透顶 不管什么时候 盈盈都是在欺骗自己的感情 但是她还是自欺欺人地说 能骗这么久 也算是一种爱吧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我从来都没有 如果我没有做过那些伤害 你也许会希望我的对吧 不会因为你就是个人渣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都比你惨 比你经历过更多的痛苦和磨难 可是即使这样 他们也没有选择放弃 自己的政治和善良 他们不会像你一样的去做坏事 不会像你一样的 成为一个杀人 放火的罪犯 深士节无力反驳 他想给自己的爱情 留下最后一点回忆 深士节在给营运的婚纱里安装了炸弹 只要两人相距超过200米 或者扯断腰带 炸弹就会自动爆炸 更可怕的是 如果自己的脉搏停止跳动 炸弹也会爆炸 过几天的婚礼 风瑞池和非老大都会来 事情会做一个了结 这个眼镜老头 就是深士节要对付的人物丹月 他带着风瑞池一起来参加婚礼 为了提早一步带走瑞池 深士节假装让小五带他出去 先溜达溜达 不料丹月的手下一把拦住了去路 小五通过对方手上戴着的手表 发现此人就是那晚跟深士节街头的神秘人 丹月仗着人多 同意让他们离开 接着深士节开门见山地问对方多少钱才能放瑞池 怎料丹月一拍桌子毫不相让 说完他起身离开 一边的深士节竟然毫不着急 原来他已经买通了丹月的手下 手下见机一脚将丹月踢飞 又一记锁喉把丹月活活掐死 深士节以风家财产的一半达成了此笔交易 这边小五和瑞池出来后 他极力说服瑞池逃离深士节的掌控 尽快回国 瑞池看出小五不通以往的嬉皮笑脸 一探才知道对方是警方的卧底 两人立刻达成统一战线 把跟踪他的人打晕之后 小五用搜来的手机秘密地联系了萧警官 把岛上的情况详细地汇报给了他 为了阻止有人乘坐游艇逃跑 萧警官和同事登岛后 第一时间打晕了管理员毁了游艇 但是枪声引来了大批的雇佣兵 就在这时 深士节也带着一大批保镖冲了出来 三方通过了一场腥风血雨的火拼之后 深士节被警方一枪击中 可是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被击毙的人竟然是穿着深士节外套的阿刚 而真正的深士节却挟持着营营逃走了 被两个信任的人背叛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在深士节挟持营营准备逃离的时候 小五恰好追上了他们 没想到下一秒 他掏出枪对准了深士节 可是深士节的脉搏器 连着营营身上的炸弹 小五知道不能开枪 他任凭深士节的拳打脚踢 就在对方拿着枪指着小五的时候 萧警官带着同事们及时赶到 可是大家顾及着营营身上的炸弹 谁也不敢靠前 没想到 此时阿坤开着一辆游艇 来接应深士节 他挟持着营营一起登上了游艇 在船上营营拧死 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走 一把扯下了腰部的炸弹 想跟他们同归于尽 没想到炸弹竟然是假的 一旁的阿坤再也看不下去了 举起枪对着营营 要不是这个女人 自己和深士节早已逍遥快过去了 深士节立马上前阻止阿坤 营营趁两人扭打之际 一头跳进了大海 此时萧警官的同事 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火箭弹 一炮就把游艇给炸飞了 深士节因为跳海及时保住了性命 他被警方带上了警车 就在所有人认为 事情已经落下帷幕的时候 警车里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深士节顽强的抵抗 但还是倒在了警察的子弹之下 临死前他看望营营的方向 满是鲜血的嘴里 隐隐含着一枚钻戒 营营眼里竟泛起了泪花 爱一个人并不犯法 但是当一个坏人执着于爱情 这份爱就会将他拖入无尽的深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